地方的艺文活动玉里正客文馆 7月份展出由在地画家真心得的 客家人各自书画展 展出作品月60件 而长期致力于推动客家民俗文化的真心得 希望借此让书法文化艺术 能够贴近人心与生活意趣 玉里客家馆7月份展出 客家人各自末在地书画家真心得书画展 展出作品大约有60件 多为书法作品 主要是以客家鲤鱼为主题 曾经得现任花莲县书法学会常务理事 花莲县客属会玉里分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推动客家民俗文化 希望借由这次的演出 能让书法更无距离的贴近人心与生活意趣 最主要的用力 就是要推动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 因为客家人的精神 有时候这个严肃 我为什么会讲严肃 最主要就是说 这种东西里面 你没有去推敲 或者是冲撞的话 可能你永远都不知道 我写的字没有很漂亮 但是呢 那个含义里面 刚才政长讲对了 有很多很多的含义 政长龚文俊说 学习书法有其高度和深度 不能只看表面 客家人各自莫展出期间 从7月5号开始到7月31号为止 也欢迎玉里镇的乡亲与爱好艺术的朋友 永远前往参观指教 记得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接下来 Welcome to the system 谢谢大家